如果都过来瞧一瞧 看一看了 车子加一笔写罪奖励 好漂亮啊 都过了过了 千万不要错过了 哎 帅哥 过来看一看吧 你这是干嘛呢 车子加一笔 只让你写罪啊 看到后面就要出来 直接奖励给你 啊 这好事 老板 你是不是发烧了 哎 三位 你想想啊 这可是你发家致富的好机会啊 那是 多少钱玩家 一百 多少钱 一百 有点贵 怎么贵啦 你想想啊 一百块钱一字 只要你都写得出来 这车就什么都了 都划算了 也是哦 那我玩起来 那我玩啊 那是骗人的啦 车子加一笔哪有这个字啊 嘿 有的 你再好好想想 我笑不出来 肯定是骗人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自己写不出来 你不要乱说啊 我看 这就是骗人的 你怎么说话呢 你自己写不出来 你就别乱说啊 都过来看一看了哈 报复的好机会了啊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了 车子加一笔游戏啊 报复的大好时机了 车子加一笔游戏 都过来看 看一看啊 瞧一瞧 嘿 老板 你这可是真的吗 是真的 说 我不做你的生意啊 赶紧走吧 那怎么行啊 顾客就是上帝 你知不知道 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你看看 就一起干 你有钱吗 你 你不能这么说话的啊 你直接说吧 这游戏你怎么玩 车子加一笔 写队 看来后面的好车没 送你了 车子加上一笔 那车子就我的了 对 一百块钱一次 这个生意不错呀 我玩我玩 你玩 有钱玩吗你 有 一百块钱哈 你这起干还挺有钱的哈 刚才你小学生给我的 那行 来来来 行 来 来 嘿嘿嘿 老板 你看着 你对吗 这 这里都懂 嘿 小法系啊 我以前在乡下小时候的时候 我都玩过了 哎 老板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啊 只要我一起也对 你的讲信啊 那 车钥匙 好 啊 乡下兄弟啊 哎 哎 这车 你也开不了啊 那不我把钱还给你 这车就算了 那不行啊 养不养得起那是我的事 我只要车 这钥匙给我 叔叔 大哥 我求求你 我把钱还给你 你别开着我的车行不行啊 那不行啊 我这辈子都没享受过好车呢 好 我走了 天呐 现在的乞丐都这么有文化了吗 这是想让我死的节奏 哎呦 我该怎么办呢